离开Corona去到玩Turtle Rock 我们帮两个客人看两个不同的房子 都是去帮他们拍视频 一个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 我们先去外面看一下外面的环境 另外一个我们是约着今天中午12点 Turtle Rock非常漂亮的景观的房子 所以出发 Turtle Rock最新上市的一个房子500万 景观房4647尺室内占地超过2万尺 西班牙式的房子 小高也非常的开阔 不像那种传统的西班牙房子很矮 它这个是一个重新设计过的房子 它这个房子有些特殊是二楼入户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客位 客位全部重新做过的 层高很高啊 这窝室非常大 这只是一间客屋而已 石墓的门呢 坐得非常漂亮 这里是通向车库的一个小通道 这房子里面用的东西 给我有CDK年的质感 一个三车位的车库啊 在小楼梯上来 这边还有两间卧室 这也是个客屋啊 带窗 这边是西巷的啊 那边这个高楼是R1 Business Complex 然后前面是R1大学 新港Fashion Island是在那个方向 被这个山坡挡住了 可以看到一点点白色的 布鲁瑟的衣帽间 这是主卧室 这是主卧室 主卧室的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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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Pocky door 很湿缸 我们现在就从二楼下来 又是个非常漂亮的客厅 楼梯底下有这么大一个出屋空间 这个面积用起来太舒服了 这小孩子在里面 这个出屋空间太舒服了 这房子如果有电梯就更好 这房子如果有电梯就更好 Powder 客人用洗手机 Oh my god It's amazing 这是全新造的 它不是重新装修 它是整个把房子砸掉重新做的 这个厨房 这个台面很漂亮 而且它这个房子整个气质非常大 它是游行在家一个小导摊 是双水池 那这个层高 这是二指的层高 两万只占地的院子 我们来看看 这后院太舒服了 主卧 离小学高中都非常近 看这个侧院它还设计了淋浴喷头 游玩游可以冲一下 可以挺BBQ 一个小小的就放在这 也没做得很复杂 这整个区域都开阔 然后这个水池是个扇形 正好是贴合这个院子整个的弧度 这个房子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刚才里面人太多了 我们没有把这个拿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拍了一些视频 2015年全部它是推倒重建 真的很不错